很久没在内娱明星脸上看到这种被知识污染过的疲惫了 看着直播读研的张静初 网友瑞萍 拉黑张静初了 因为我不想努力了 谁能想到开辟直播学习赛道的张静初 当年差点能和四弹双兵平起平坐 今天很多人知道她 是她去年客串出演漫长的季节 短短十几分钟戏份 张静初的中年沈默 让观众直呼 这个沈默终于对位了 我大爷 把手伸进我衣服的时候 不说话 她给我拍那些照片的时候 你也不说话 你是觉得 不说话 就是个好人了 是吗 而这和她金光闪闪的履历比 都不算什么 05年一出道的孔雀 就拿下柏林电影节英雄奖 高卫红闹市中 拖着蓝色降落伞的镜头 至今是华语影史经典 第二年就凭芳香之旅 成为国际A类电影节影后 金像奖五次入围 三主两配 其中四次是出道五年内完成 金鸡奖三次入围 也是出道五年内完成一主一配 外加一次金马女配提名 两次百花提名 这场季放当时的四弹双兵里 也妥妥是中上游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两次金像女配 一次是05年的七剑 合作的是真子丹 黎明 孙宏雷 杨采倪等一众大咖 一次是10年的全城戒备 对手也是郭富城 舒奇和吴京 但最终两部电影 唯一的表演奖提名 都只有张静初 哪怕她的戏份都在三番开外 张静初似乎有种本事 不管时长多少 她总是能在有限的出场里 激发出角色的高光 把一些边缘角色 演得让人过目不忘 比如红河里的傻子阿桃 领面闭面里的抑郁症患者柳月 而最为观众熟知的 还是孔雀里偏执的姐姐 和门徒里的吸毒者阿芬 孔雀中张静初的一段哭戏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中年的高卫红 在街上偶遇年轻时 爱慕的散兵 但此时对方已经变成 邋遢大叔 并且不记得她的名字 高卫红蹲坐在菜摊子前 痛哭失声 又怕眼泪被弟弟察觉 这段隐忍无声的痛哭 是一个人青春梦想的幻灭 也是一代人理想破灭的伤痛 当然更多人对她的印象 可能来自门徒里颓废而惊艳的阿芬 整部电影阿芬都处于半人半师 将死未死的病态 厨房注射毒品这场戏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但她用一连串近乎真实的哆嗦 流汗 蜷缩 和紧绷 去还原毒影发作时的痛苦 恰灭烟翻出毒品注射进大腿后 瞬间进入一种泄了气的快感 靠着墙无力的瘫软下来 这一连串动作演出了影片中那句 从头皮到脚趾都是高潮 为什么很多人看完电影里阿芬的镜头 都忍不住头皮发麻 因为她演得够真 这种表演光靠演技和技术无法完成 她需要演员抛开杂念 纪录片式地沉浸在角色里 这或许和张静初的表演方法有关系 门徒导演尔东升曾经形容 张静初拍戏是用一种入魔的状态来演出 用虐待自己的方式去体验人物的情绪 以至于好几场戏拍到最后 她都差点崩溃 这种认真到近乎自虐的入戏方式 让阿芬暴毙后 尸体爬满老鼠这一镜头 成为很多观众的童年阴影 拍这场戏的时候 剧组一半的工作人员都请假不去现场 远景拍摄的老鼠 甚至是工作人员直接从地沟里抓来的 而张静初没有申请替身 而且问题是我关键 我演的时候还得张着嘴 然后那老鼠在我旁边 她的演员生涯始终有个巨大疑环 那就是导演太太风沙传闻 这个传闻尤其在2010年张静初表演录迅速走下坡后 几乎被默认成事实 成为张静初至今都甩不掉的黄瑶标签 那为什么张静初曾经前途无量 却突然在2010年的唐山大地震后 悬崖式跌落呢 张静初每次在节目中面对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其实和观众一样困惑 人会有就是你一个阶段可能会特别特别的顺风顺水 很多资源都来了 然后也会有那种就是奇怪怎么又来了像鬼打墙一样 就总是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拍了播不了啊 然后可能拍了之后完全没有往预想的方向去啊 为什么会困惑 因为他的下坡源于他无法预料的影视环境变迁 张静初演员道路的走高和走低 基本和香港和拍片的兴起没落是同步进行的 2003年港片产量陷入低谷 大批香港电影云北上 同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出台 对和拍电影的演员比例做的规定 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香港男演员要扛票房 动不了 内地女演员便有了机会 四旦双兵 汤维 张静初 高媛媛 开始轮流担任和拍片女主 而这些人里 属张静初最受香港导演青睐 05年徐克的七剑 07年耳东生的门徒 08年林超贤的正人 09年麦兆辉 庄文强 窃听风云 徐安华天水为的夜雨雾 因为这些角色或多或少 都带有灰色犯罪气质 这正是张静初区别于其他内地女演员的表演辨识度所在 她有种崩溃边缘的平静风感 能同时呈现出脆弱和倔强 像透明易碎的玻璃 却不屈的要向命令撞个头破血流 正如朱迪福斯特所说 女演员最迷人的特质 正是这种疯狂 那些年 张静初也成了香港电影里最不违和的内地女演员 05到10年 除了唐山大地震 张静初高光电影的构成 基本都是 香港和拍片加内地小成本文艺电影 换句话说 张静初的商业知名度 几乎百分百依赖于香港和拍电影的刷脸 于是 危机就这么诞生了 2010年后 香港和拍片同质化严重 口碑开始下滑 随着四小花蛋的评选和归国四子的回国 内宇也正式进入了流量化 新一代的流量剧集 取代了艺术和电影成为主流 张静初的港片和内地文艺片之路 双双被堵塞 2010年后 哪怕是四弹双兵 都一度被烂片缠身 步入30家35大关后 市场主位也不再倾向于他们 只是四弹双兵在这之前 以各自实现三金奖杯 或国民度爆款 张静初三金履历随后 奖运却始终为零 天水围的夜雨雾 遇上慧英红 门徒遇上私情高娃 我的影子在奔跑 遇上万箭穿星和萧红 每次入围都是神仙打架 杀鱼而归 张静初曾经用一句话中 结自己10年后的作品 那些选择都没错 但可能结果都不够好 这确实是他这10年 扑得悄无声息的原因 回顾他这10年的选择 几乎跳舞出毛病 傅春山居图 合作刘德华林志玲 正容标准商业大制作 蜜月酒店 由拍出金服男杀人事件 和隐秘而伟大的张哲珠指导 最后一页导演 是后来把周冬宇 捧上三金影后的曾国祥 爱在微博蔓延时导演 也是后来在内地 混得风生水起的陈正道 一场爱情搭档当时正处事业巅峰的 国民女婿黄海波 咱们相爱吧导演刘江 是大爆剧咱们结婚吧的姐妹片 更不用说那个万众瞩目的 首部国产科幻电影三体 可惜结果这些戏 要么连着几部项目烂尾 要么因为男主被封杀 无法播出 要么赶上导演创作的成长期 而非成熟期 要么如同蜜月酒店 先完合同到了剧组 碰上导演不拍监制拍的奇观 张静出最困惑的这10年 对应的也是那于最混乱的那10年 所以会觉得真的是 那一段时间运气比较差吗 会啊会啊 就是我觉得 会觉得很奇怪 演员是很被动的 因为你签完合约 你就上了那条船 你即便知道它要沉 你也下不了船 然后我又是一个 反正不会放弃的嘛 我就拼命地往外摇水 晚一点沉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现实恰恰相反 一个简单的对比 当年李冰冰凭借天下无贼入围百花奖 宣布最佳女配获得者时 她一度要以获奖的姿态战起 可最终宣布结果不是她 李冰冰泪撒百花奖后台 言语间全是不服气 报了张静初 和慧英雄共同角逐金像奖最佳女主落败时 她坐在台下 没有一点失望或不甘 反而一边专注地听着慧英雄的获奖感言 一边为她心疼落泪 人淡如菊 不争不抢 现在已经变位成点一词 但张静初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个性 比起野心 她更像是有点挨人性格的文青 敏感 自卑 脆弱 有梦想但又害怕被放置在名利场的风口浪尖 包括后来比如说有了一点名气 拍了一点还算是有一点影响力的作品 我都会有点惶恐 就觉得还是那种不配得的心理在作祟吧 就觉得说好像 就是我其实只是 只是想躲在一个在后面的一个普通人 就是我 而且我再加上我就是这个内向者的性格 就是我特别怕 就是大家都说明星抢C位 我一般都是抢最边的那个位置 就拍照什么的 我一般都往最后最绑上去 这种性格使得她注定无法享受女演员的曝光度 做一些决定时也经常是逆市场趋势而为 比如她曾经在博客写过一篇散文 《我是一只鸟》 形容成名后的自己像一只巨大的笨鸟 另一群人举着棍棒和火炬为烈 不得不离开她热爱的土地 这里的离开指的就是2010年 她拍完唐山大地震后去纽约游学暂停拍戏两年 比如说现在那个女明星很多都一夜爆红了 可是像我们感觉你可能还是有点大红之后有点不温不活的感觉 对我中间还停了两年呢 对就什么都没有拍 包括没有曝光率啊什么这些都是我有意选择的 那你要清楚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可能你没有那么红 那我做的所有选择都是我知道是什么代价 这一刻张静初又向她誓言的姐姐高卫红 执着艺术傲骨 一个集自尊心和自卑与一体的理想主义者 也因此多年后她被风沙谣言缠身 最需要一部大制作刷脸时 而东升找到她出演窃听风云三女主角 她依然犹豫后推掉原因是自己无法完全理解角色 但正如张子怡每一次都能把桃色黑料化作事业转机的勇猛和能耐 金锁无味拱力和徐静磊的隔空评价继续红毯的荣光 大花之所以是大花就是骨子里总有一股不怕事的较劲 也不会错过每一次的机遇翻盘 喜飞时要掀起最大的风潮扑倒时也能扑的轰轰烈烈 张静初差的就是这种无剧名利场风云变换的全力一副 这十余年里张静初在电影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留下身影 比如《门徒》后 《内地女演员》在港片里的高光依然是18年张静初的无双 一段爱情破灭后的抽烟尽头 张静初告别了以往表演的使劲 她转过身坐下看似平静 动作却是异常迂缓的疲惫 轻呼一口气说话时思绪早已脱离 连眼神都满是破碎的死意 这次我们已经露了脸 也是时候再换你家了 到时候 你要我变成什么样 我就变成什么样 好吧 好 特别好 这段表演让张静初成功在这部双雄戏里有了姓名 而这其实要归功于他的理想主义个性 当初离开时 他说不满意自己的演技 像个标准的好学生 他更想像周迅一样表演举重若轻 回来后他确实做到了 张静初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 从风光到巅峰再到被消失 变得只是窗外世界变换的声音和环境 张静初还是那个张静初 只要给他足够好的剧本 他依然能像以前那样在男主戏里脱颖而出 占得一席之地 哪怕戏份再少 都遮掩不住他在荧幕里 与角色零肉合一的表演辨识度 张静初缺的从来都只是一顶 让他重新起飞的蓝色降落伞 尽管这顶降落伞至今还没还到他手里 但也许他已经独栽在原地被动等待 毕竟从他选择导演戏重启人生 我看到的不是杜金和逃避 而是一个女演员平静的反抗 出走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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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